字幕提供 假如你來到鹿港小鎮 你別忘了到陸鎮走走 陸鎮不是啦 好像有一個穿黑衣的大口 有沒有覺得很令你驚喜呢 在陸鎮 陸鎮它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名字叫做夢寧巷 那為什麼叫夢寧巷 夢寧吧 就是夢到小朋友 然後就是有求子興趣有沒有 夢就是夢寧 夢寧 就變成這樣子了 對… 不要想歪 很多人說陸鎮這個地方 其實很像日本京都的感覺 因為就像是一個活生生的歷史文物館 而且來到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叫什麼 九區巷 九區巷 九區巷為什麼完完翹翹呢 它有兩個功能 我知道 第一個是要防風 我搶針就畫台詞 搶台詞 要防風 而且要防小偷對不對 對 應該想說倒桌 玩完翹翹就跑了沒有那麼快 一定會被抓到 然後東北季風來的話 風不會直接灌進來 不過呢 其實這個鼓跡要保存其實是滿難的 因為差一點點呢 很多這個… 在陸港這邊的鼓跡差一點是被拆掉的 你有沒有聽過一首歌 叫陸港小鎮 麥克風 地麥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你知道這首歌的歌詞裡面有一句就是 他們挖走了家鄉的紅磚 新上的水平場 像這個對不對 對 你知道在這幾年來大概有30棟的百分牌會被拆掉 這樣不是拆一半 而且它還好它是被保存下來的 所以很多年輕人 陸港的年輕人從一回來 用陸森擋出的挖土地 就是為了幫他 幫這些土地保存下來 那後來漸漸改成了 創業基地或者是文創基地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陸港的青城 陸港的黃昏 還為了文明你的人 阿媽 唱這首歌的時候 我剛好在他描述的那個年代的時候 特別的感動 離鄉背景 聽說他們劃住了家鄉的紅磚 起上了水平場 家鄉的人能得到他們想要的 卻又失去他們擁有的 這個是我們的故鄉 我們的故鄉 你在外面裡很難問及這個鄉村 那你也真是知道陸港 因為觀光發展正在被改變 紅磚真的拆光 全部都變成高樓大廈 陸港還算陸港嗎 他是許秀姬 駕葬的陸港 清朝武近市 許兆青的後代 出生自水泥世家 那學生只有一百多戶了人家 那個很神奇 一半是我爺爺的作品 然後有四分之一是我爸爸的作品 那我小時候就這樣的環境中生長出來 唯一能逃離這個家庭的方法 就是努力演出 那好不容易我真的也考上了陳大 去念了都市 然後就離開了泥江這個家 那結果呢 沒想到到全世界去學習各種建築 跟這個都市計畫的概念之後 我還是回到家鄉來 不捨珍貴的土地記憶 遭到刨除殆盡 許秀姬決定板鄉歸巢 誓言要守護一百棟陸港老屋 宏大的志願很快踢到鐵板 沒那麼多錢 他就只能眼睜睜地看他在前面 怪手全部把他幹掉 彭契生本名攀貴為清朝秀才 假午戰爭後台灣隔壤日本 他改名如自契生 以寄託亡國哀痛 一生著作眾多 其中台灣哀辭被譽為台灣史詩 展現強烈的抗日意識 被日本警察抓到 當場他就抓到大街上去 把他變成錢 那他最有名的一個詩 叫做《痛亂法》 弘契生故居如今已除舊不新 原力面展現現現代主義的 簡潔風格 逃不了拆除命運的還有他 日治時代陸港第二富商 黃慶元的百年宅邸 黃慶元那個後面有一個 有一個這一個金銀廳 那個時候他委託了陸港的一個 一個雕刻大師叫做李松林 幫他們做了一個屏風 那個屏風一邊是金一邊是銀 白是用銀然後喜事用金 為搶救陸港十二勝之一的金銀廳 徐書基帶領一幫年輕人 在地主和工部門間揮揮奔走 2018年正式成為限定的金銀廳 陸港已經完全發展成 一個台灣的觀光小鎮 為了要投資觀光 為了要讓它的賣場能力做 拆老房子 蓋新房子 來當賣場的行為 對 尤其是2012年的這個燈會 來了大概空前傑後 就是大概一個月內擠進了 一千萬的觀光旅次 這個燈會的這個事件 那我發現陸港的這種 老房子再不保護 幾乎就沒有機會了 一定會被拆觀光 台灣燈會為陸港小鎮 帶來商機 富含文化底蘊的陸港老屋 傳到投資客手中的辰罵 在怪手刨櫥間 一動動地倒下 我常常會看到很多的那個 懷舊餐廳 它就貼了幾個什麼 什麼無敵鐵金剛啊 什麼煙酒公賣具啊 就很有味道 但是我認為那個是 商業為目的 文化為手段的方法 那我的方法是 文化為願景 商業為手段 商業為什麼一定要進來 很大的原因是 如果不這樣 老屋就是沒機會生存 靠政府養不起這麼多老房子 一定要自己老屋養老屋 許書基幾何所學 為老屋找出路 租下頹迷破敗的百年老屋 在父親徐敬立的協助修繕之下 開了這一間人文茶館 養活兩個孩子 也讓老屋綠於傲然 生氣勃勃 2013年 許書基再砸200多萬 修復第二棟老屋 設立背包客棧 開張前半年 幾乎乏人問津 直到一位外國人出現了 第一個來的客人 居然是一個美國人 芝加哥大學人 他說通過網際網路來 我就說你來了太棒 你來了這個 這個上帝告訴我 博主告訴我這件事情是對的 老屋背包客棧 從世界鴻回台灣 短短五年 就信一萬名旅客下塌 老屋不再是歷史包袱 這些年開手屋主 主動託付老屋 這以前是我的開台做 這個大概是一百五公里台 一百五公里台 就來這裡做洋館 這個輸牙 樓井格局高掛大大燈籠 陸港風華再現 在施政人相挺下 這裡成了許書基的文藝復興基地 我是出生在這個房子裡面的 我們以前的時候有一句話叫做什麼 這個出生地的時候 這歐蠻飛起來 走進陸港老屋慶魚堂 時光道轉回到兩百年前 經典長條街屋 四境格局 屋內還留下古倉跟本口 訴說著百年來的生活軌跡 我們前面那一間 前面就是做鑑爛館 什麼東西都可以 就是差不多相當於現在的貿易上 在許書基的修繕下 陳來一群老先生守住了祖先 為子孫留下來的百年頂宅 這是他的驕傲 更學他的榮耀 那陸港之所以可以吸引到 那麼多觀光客來陸港 唯一就靠四個項度 一個就是古蹟 一個就是工藝 一個就是美食 另外一個就是陸港的 傳統文化的繼承 那這個部分是我們需要保存的 我聽說他們 我做了家鄉的風轉 騎上的水米槍 家鄉里人們對到他們想要 都有的確實質上他們有的 我們三五一塊 我們三五一塊 謝謝你